這個的話一隻 萬元起跳 一隻在台灣 一萬塊起跳 欸 你在看什麼啊 欸 這個蝦看起來蠻漂亮的欸 哪有啊 那有漂亮還是沒看過好看的喔 幹嘛啊 你以為你很懂水晶蝦喔 我不懂啊 但我知道有一個人懂 歡迎收看南投職人傳 想不到在南投 竟然有個水晶蝦養殖達人 而且是專門養殖顏色多變的品種 甚至外銷到許多國家 成為水晶蝦的台灣之光 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位水晶蝦達人 大哥怎麼稱呼 我姓宋 宋大哥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欸 要怎麼講 這個是紅雪花 這邊是繁殖 喔 這是繁殖鋼 在這邊是生小漿 那個包上面有那個新生的小漿 哪裡 哪一個 有有小小一點一點 喔 那個就是小漿了嗎 看得到的就撈過來那邊長大 如果沒有撈過來會怎樣 那後面生的小漿會沒有食物 因為大都會幾乎小的 喔 它生出來之後它叫六星補燈就對了 這個是藍色的 喔 顏色超好多喔 好藍喔 這個也是繁殖鋼嗎 這也是繁殖鋼 生出來的小漿也是在那邊 喔 這邊就是它的小漿 新的小漿比較好認 一點一點藍色的那個都是小漿 主要就是分這個繁殖鋼跟 育成 喔 育成鋼 給它長大的鋼 所以養鋼就可以養個品種 嘿嘿嘿 這比較熱衡的 黑白涼色 黑白涼色 因為它後面那個三條線 像那個老虎 它這個都算是不同品種 它其實是不同品種 不同品種 紅顏色 這個是比較高級的 因為它比較白比較厚 你們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都一樣 乍看之下好像看不太出什麼差異 這就是藍鋼 長得像蟒蛇那個花蟲 喔 藍鋼 然後又帶點藍藍的這樣子 嘿嘿嘿 很酷耶 它那個斑塊 它成蝦就已經是那麼大隻了對不對 嘿 這是最大的 這個是黃花蟲 喔 黃花蟲 喔 都是花蟲系列 但是它又都不同顏色這樣子 嘿 花蟲比較多 那請問一下光是這個水晶蝦的品種 大概就有幾種 喔 那很多 你這一二十年的話 演變出來人多了 它會一直突變 然後圖片好看的 就又會留下來 大家繼續在 請幫他培育就對了 嘿嘿嘿嘿 那你這邊有幾種 我這邊六種 黃白箱 藍金剛 黑虎 黃虎 藍馬 黃雪蛙 那為什麼他們房子都要放那個 那個 那個是製造新鮮食物給他們 他們主要的食物就是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水裡原生動物 因為新生小巷不會動 對 不會動它只能吃那個飄到它眼前的東西 這隻蝦的最困難度就是繁殖 你要把它養不死很簡單 問題是繁殖 基本上新生小巷出來 你大概給你爽個五天 看個五天 然後就不見了 你就全部都死掉了 嘿嘿嘿 它剛剛是繁殖困難度在那邊 那你繁殖這也是自己選的 你自己摸索的嗎 對啊 你死過了你就會了 以前書上都選25度 可是你養到後來發現是23度是最適合的 可能就跟這邊的環境什麼都有關係 對 每月生一次就跟我們點薪水一樣 那一次是幾拍 一次大概二三十隻 一隻可以生二三十隻出來 那二三十隻最後大概會存活幾隻 我的存活率很高 通常來講要存活幾隻才算是 這個有在繁殖的地方 二十隻才是繁殖好 一般五六隻就很開心了啦 這樣他生二三十隻你都可以穩定有二十隻 其實算是很昭華 因為他就是歐火了這樣 很厲害耶 所以我那次跟夏亮很多啊 他們是不是要吹冷氣嗎 我看他們這個冷氣 一定只能23度 整個溫度就是要常面控制在23度 所以他們就是一定是冷氣吹好吹滿對不對 對 夏子比人快樂 人吹電風扇 夏子吹冷氣 就是從你開始做戲去到 有開始在出口 有覺得什麼地方是最冷的嗎 現在我已經養了十幾年了 現在這個夏你問我難在哪裡 那個全部都經驗也沒有什麼難的 現在都是隨便生存就有了 重點就是反正你死多了就血多了 對啦 一切都是靠經驗嘛 你死你才會去研究 你才會知道他怎麼死 你看到狀況 什麼天氣 怎樣死的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狀況了 就在調整調整調整 你就可以去改進 因為這個不會有永遠穩定的蝦缸 哦 那裡面還是會有問題就對了 你不可能永遠穩定 那麼好養這隻蝦子早就崩盤了 啊這個外銷是外銷去哪裡 我主要是香港 新加坡 美國 從日本開始紅的 以前我們是跟他們買 然後我們自己養 然後現在是全世界人都在買 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是有一個優點 我們台灣那個突變民種 是大概世界有名的 為什麼 民族性 民族性 他們一旁一言 但是不能混 所以他們不會有這個突變的東西 我們會把所有的蝦子擠一缸 你辦法亂生欸 來一來 基因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研究的東西 你就來一拉看到 這個比較特殊的怎麼要撿起來 他們的民族性是一板一眼 所以 他們沒有這種辣的習慣 那我們都出來淘汰蝦 我們會給它混在一起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這樣配出什麼樣的火花 可是他們民族性他們不會幹這種事 喔懂懂懂 所以現在變成這隻蝦是我們的大宗 這是我們現在外匯水服產業賺最多的 因為你 有水晶蝦嗎 你那個屏東農業科技園區有沒有 你去看裡頭水晶蝦的最多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因為你魚一袋你要打很多氧氣 你一袋一隻你也賺五千而已 水晶蝦一袋可以賺三十萬出口的話 我靠腰 因為它不需要什麼氧氣 所以我們出口的話 你小蝦我們一袋可以包一百隻 我們一袋才一千八百CC的水 你空運費又可以捨 成蝦就是五十隻 你魚 你 就是一隻兩隻這樣而已 一千八百CC 但是你那個大洋你隔天不到 就死了 那不同品種價格都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那你這邊最貴是哪一種 這個 這一個嗎 這是那個花虎嘛對不對 黑虎爺 這個的話 一隻 萬元起跳 一隻在台灣 一萬塊 起跳 起跳 你還要死嗎 真的啦 而且它這個一隻小小的 通常要買也不會只買一隻 都是一袋一袋在買 所以養蝦很好賺 有時候覺得很喜歡 買十隻丟下去 你看不到蝦 對啊 看不到蝦你又買 對啊 就三四十隻這樣下去 它會養這個的 都是有相當的經濟能力 你不欠錢 你生活憂鬱 你才有辦法去玩東玩西去數量 所以養蝦的入門檻 好 門檻本身就高了 懂懂懂 那上面很短啦 大概九個月一年就死了 九個月一年就死了 對 那上面就這樣而已 蛤 所以它死了還要再買 還要再買 這樣 金錢 勇動機 像你算一般人的話 這樣子搞到 算是融會罐頭的話 大概要多久 最快要兩年 你才可以生得很難 不然就是有時候 你就是生一次 就停了三個月 都打不到小孩 兩三年以後才會養 五年才會穩定 好硬喔 這樣退休金也要夠多 不是啊 你會養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 你就不會虧那麼多 你多多少少還是會生個五六隻 生多生少的問題 你還是可以繼續玩 三十六高中的地步這樣 對啊 就算是平常生活樂趣這樣 沒有 現在是全家都靠這隻蝦子在吃飯 蝦子比人重要 現在不定量產了 全家都靠這隻蝦子在吃飯 可以了解 很感謝宋大哥的介紹 讓我們了解水晶蝦的奧妙 最後我只想說 宋大哥你有沒有缺肝兒子啊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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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挺開玩的 從來吃飯 小朋友 是小朋友 不放棄 太多